第三次的第一次课程 那我们新晋志工总共会上三次的课程 第一堂课就是正德的简介 那第二堂课的话就是慈善跟劝募的课程 第三堂课的话就是助念的课程 那圆满三次课程之后呢 会进行新晋志工的考试 那我们考试及格之后 就会开始三个月的志工实习 那今天上午会先让大家来去欺赏 我们正德五大志业的影片 那下午会跟大爱义工 一起上我们的学佛音之礼 然后因为我们在佛堂的东西都是三宝物 我们尽量就是原则上是不取用的 那所以说我们中午会帮大家订购便当 那便当的部分一个是60块 那如果说现场目前现场有需要的 再麻烦师兄师姐帮我举一下手 让我登记一下 中午有需要便当的师兄师姐 好请问下10位师兄师姐 那我原则上就会订定10个便当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再跟我说 阿姨佛佛 首照愿多愿佛 好 非常欢迎也感谢我们的佛山师姐 来到我们正的加入我们正的这样的支公的行业 就是我们现在是支公了 然后我们提升了 然后我们一起为我们正外国品地 一起来努力耕耘 一起来打拼 大家共同把它来成就 我想这个是大家内中等无量的 那每个人的相会都是缘会 都是个缘会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 大家相聚在这一堂 我们要珍惜 我们要共同珍惜 这份得来福音的缘会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说 真的是有五大的事业 那五大的事业的话 有这些人背得起来 那也不一定有些人 全部都知道是什么样的五大的事业 那我们等一下会 慢慢地跟师兄姐来做分析来做报告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真的是台湾佛教界的 既有大慈善机构 怎么样区别呢 就好像内跟外一样 比较好近 入就是好像是内 然后出出去就外 所以你对内赐亏 你自己是以致与正处随意的不认 那我们到外面去弘仰的时候 你就正法传世德化世人 所以就是出入世的精神 就在这个地方 我想我们等一下 我们有一本正的答案 我们正的答案 我们已经经过了很多版本 都可以把他请来回去自己看一下 正德惠惠 可能后面的书节可能不太清楚 我听我来讲 正德惠惠 我们当然就是以我们的入世精神为主要 所以是以正处世 以德服人 那我们称为东西两边 东西两半圆 那五半的年花瓣 五半的年花瓣 这个各有五半的年花瓣 东西都有 这五半的年花瓣 是代表了我们正德的五大事业 当然我们是以东边为主 东边为主 东边的年花瓣为主 这五大事业是包括 时尚文化教育医疗智商 那等一下我们中午用餐的部分呢 就是要麻烦各位师兄师姐 到我们的五贯堂用餐 下午的课程会从两点开始到四点 这样子我们会跟大家一共一起上学某营之领题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的志工课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少照夜多念佛 921大地震 发生了那一天就 你个手组就出来了 你看看我们的大火那边的 那个中心点的地理位置 是不是我们的菩萨已经在那边了 才会有这一个火手组 五官堂那边那一尊大火后面也有 就是说 现在去那边还在山下看小火 因为那时候我都大大了 看小火了 这个可能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以前看的时候是真的很明显 所以说 何山为什么要请我们去睡大火 因为我们这边的厨厂是最强的 是台湾的地理中心 所以说 我会让你们看这个 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没有介绍的话 如果说你去潮山 在山下的话都可以看到这样子 今天不担任大家太多的时间 那就要跟大家介绍到这边 可以在这边 下 160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